这是等很久的日子 欢迎光临 不拓发 粉丝等了好久 天后张慧妹睽違七年四月份重返台北小巨蛋 开上十二场一共十三万张门票 手机显示十二点五十九分 跳到下午一点的那一刻按下立即订购 第一时间最抢手的舞台延伸内耳区还有票 接着选取门票章数输入验证码以后 网站就开始出现蓝色圈圈转呀转 请买票的人少猴片刻 结果转了七分钟后显示购票结果票券已卖完 其他的座位区一样很抢手 短短九分钟涌入三十二万人抢购 十三张门票瞬间扫空 阿妹跨年当天po出自拍影片感恩2021年 隔天开卖时间她本人也在线上 跟经纪人陈正川同步实况转播 还表示自己其实也很紧张 获知门票卖完阿妹才带着好心情 搭机飞往台东参加年季 不过脸书上可是一片哀嚎 下午三点半释出未结账的票券 同样让本司摩拳超掌 但是系统异常无法够票 万间六点最后勤跳 阿妹演唱会这回踩全面实名制 开唱的前五天才领票 增加黄牛转售的困难性 但没神魅力无法挡 本司还做梗图 跨年想要不醉不归 隔天宿醉中午照样起来抢票 或者是想要证明自己有多猛 那就是强盗阿妹内尔去的票 搞笑说明阿妹的票又够难卖 TVBA的新闻赵汉红一天才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